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主题内容呢是跟感情无关的 主要今天来看的就是我们的工作 或者是如果你是正在创业的人士 或者你是正在找工作的人 都是可以来观看一下今天这支视频的 那么还是老样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到我们所有人的信息 我们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也不要硬搬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你觉得非常不对应你的话 你可以直接关掉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或者是说看一看其他的组 有没有适合你的选项 那么今天这支主要的内容 刚才有讲了一个是工作 再一个它主要我会分成 当下你的工作状态 以及接下来的工作发展 目前工作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以及给你的一些建议 那么每一个就是每一组视频的最后 都会给大家来临时的讲一下 可能是对应到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也就是半个月的样子 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历什么事情 当然这个部分好坏了好吗 就是也不可能说完全对应到我们所有的人 就希望能够说能多对应到一位 字或者是那张牌 如果选好了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跳到下方简介的时间轴那里 去进行观看吧 欢迎第一组的小朋友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到我们所有人的信息 所以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私人化 更加个人 更加详细的占卜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了解预约详情 好吗 那么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你们当下的工作状态 让我感觉上 其实这一组的小朋友 有一部分的人是已经失业 或者是说找不到工作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 可能是已经在家里面已经就是失业很久了 甚至如果说你是已婚的状态的话 可能你现在也是一个想要出去挣钱 但是又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途径 感觉上可能是被周围的大环境所去影响到 那如果说你不是失业 你是正在工作 或者是你在创业的话 让我感觉上你们整个的一个工作环境 都并不是非常的愉快的 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是想要离职 其实可能是想要换一份工作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已经在筹谋另外的一份工作了 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他考虑到的工作是跟其他的城市 或者是说跟自己不是同一个行业 或者是离自己的城市非常远的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调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 那么也有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创业当中的人的话 可能你的近期会受到一些外在的影响 可能你本身你是想要晚上爬或者说怎么样都好 但是你就是卡在了这个地方 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有人他要是想要营业执照 但是结果就是一直办不下来 或者是说 还有看到这第一组的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来自于很大的外部的环境的影响的可能跟疫情也是很有关系的 可能本来之前的一些状况正在一个慢慢的平稳的走的一个时期里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因为外面的一些人事调动啊 或者说这种大的环境的影响啊 就会让你突然就是失去了这份工作 或者是说自己想要去离开这个行业 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哪怕你还在坚守着这个行业 你也是觉得我是否还能够坚持的下去 那当然了如果你是创业的人的话 让我感觉上其实你是非常的犹豫的 我觉得你可能会再考虑说这份工作 或者说这个这个行业到底还适不适合你 你做的这个事情 它到底你投入的 它能不能够得到一个相应的回报 还有一部分人你可能会去怀疑自己的经验 觉得自己是不是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做当下的这个项目这些事情 可能是不是我一下子就把这个店开得太大 想法是不是一下子太远了 但就是很难去落实呢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就是说面临了一些公司裁员啊 或者是说找工作 一直都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自己的工作 但是当下的这个环境 你又说觉得做下去也很难 你又不想要说继续一直在这里做下去 还有一部分的人 你可能是在这个单位里面 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太好的 而且我看到有一部分的人 你可能也是希望说我不做这份工作的话 可能这份工作我本来就觉得我不太喜欢 但说白了我也知道现在可能不太景气 那么我出去可能未必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或者说收入更多的工作 那我是否是要打破掉这个平衡 然后我再去寻找其他呢 可能就是第一组的各位可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疑虑 当然就是看视频的人有很多 我会把我所有看到的信息都跟大家讲出来 大家自行来应对你是哪一部分 好吗 那么我还感觉到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你们在工作上突然横插一杠 他们就突然被什么事情给阻拦住了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或者是第三方因素的一些存在 第三方因素这里面我讲的只是说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感情上 今天不是看感情 好那么这个主要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组排的小朋友们目前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那么我看到其实在你们工作上面来说的话一些阻碍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如果你是想要去创业的话 你想要去做什么的话 先说如果你没有创业 你想要创业的这部分人 让我感觉上你可能对于你的将来还是有一些迷茫的 你可能是有一些热情在的 你是对自己有些期待的 但说实话让我感觉上可能你目前还是缺少了一些领导力 或者是说对于你当下想要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些正确的判断能力 以及就是你是否是真的非常的了解你想要做的这个行业 包括就是像你的同行之间 我觉得其实这些是你更需要去了解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不要太过于盲目的就想要跟风 或者是说觉得没有给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 就觉得我现在是可以了 但你要真正的想一下你是否是真的可以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的话 如果你是已经正在创业的人士的话 让我感觉上其实你可能真的就是对于你将来的这个事业上的发展觉得非常的迷惑 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目前着手的这个行业是否是真正的适合你的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在这一组里面如果说你是不是在创业也不想创业 你是一个上班族的话 让我感觉上其实你也是觉得将来你不想要一直浑浑噩噩的在这种工作环境里面做下去 你是希望得到提升的 不管是金钱也好 还是说你个人的一些成长价值空间也好 但可能就是对于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看的话 想要有一个大的空间提升是很难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你一个人 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周围的一些人 可能他们也不是一个非常景气的一个状态 可能都是有点辛苦 那么另外的话 我看到如果说你是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的话 那么就是你在工作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目标感的 那另外我还看到在这一组其他的一些阻碍 我看到就是你在工作上的心态上 就是不管你是我刚才说的在工作还是在创业 还是在找工作 不管是你是哪一类人 让我感觉上其实你都是缺乏了一些真正的那种投入 或者是说真正的耐心 真正的就是持之以恒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看到其实可能在场的有一部分朋友是想要得到一个机会的 或者是说你们正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契机之类的 等待一个消息 然后自己就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 但我看上去其实目前的话 这个机会它进来的会非常的慢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在黑暗当中寻找一些曙光 或者是说你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 比如说贵人的一些指引带路 我觉得以目前当下来讲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度 是有点困住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么另外来说接下来的一个工作发展上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工作 你在找工作 我接下来会跟你来讲这个关于你的一些信息 但我目前还是来先说一下 就是有工作或者说要辞职创业的这部分的人 让我看到其实在接下来的一个整体发展上 我看的主要是在近三个月左右的一个状态 你们可能会等到一些消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等到一些消息的 但这个消息它可能并不是说真的特别好的消息 那如果说你是正在 你在做什么行业 然后这个行业因为外面的一些情况 当下就是不让你做 比如说学校啊或者说怎样都好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 你们可能会得到比如说开学 或者是说又可以了就怎么样 可能是一些通知 这当然是一些正向的一些通知 那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你这个又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也有可能会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不管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等通知的话 可能现在目前短期之内得到一个很好的通知 或者说得到一个贵人的帮助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看到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是会有一些通知的 是会有人给你带来一些消息的 那另外我还看到其实你如果说现在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有点困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么建议你就是再跟你说其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能够觉得越来越好 就是心态上面你不会说再像现在一样这样的糟糕 因为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不管这个结果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都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你更加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嘛了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我看上去不是很乐观 但其实你不要真正的放弃掉这个希望 但其实我还是看到了有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样 确实是有一部分的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可能会选择离职 或者是说你的生意可能你觉得做不下去了 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的 就是觉得我看到可能会结束掉一些什么 或者是说你会自己主动的放手 放掉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你不想再做了 你不想在这个岗位再待下去了 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我还感觉到就是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 你是属于在家庭然后也没有工作 可能就是照顾小孩之类 比如说像家庭职业的家庭主妇 这一类的朋友让我感觉上 其实如果你是想要出去寻找一份工的话 那么你可能需要去跟家里面其他的人去谈半天 可能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爱人 跟你的甚至是老人之间可能都会 因为可能就是孩子需要你带 或者是家里面还需要你去照顾之类的 感觉上其实并不是什么都能够让你去做主的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如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还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争吵 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和谐的一些状况 但是这个就是我是建议大家要活出自己的生活来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的话 不要真的就是被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所拖累住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当你自己开心的时候 你才能够给别人也带来这种舒适的感觉 舒适的体验 好吗 那么接下来说就是如果你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会找到一份合适你的工作吗 其实我就目前这样来看的话 是会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你的 但是你容易错过 你是容易错过这个机会的 就是这个机会因为让我感觉上 其实也并不是说你真的非它不可 我一定要做这份工作 我就是我就是喜欢它 我觉得也没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可能就是你觉得还好吧 工资也就那样吧 然后时间可能也比较长 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做呢 可能在你这个犹豫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工作它可能会流失掉 就是在建议你如果说你想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正在找工作 就是没有工作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去找这份工作的话 让我感觉上有一些机会 你可能是需要抓住 当然这个机会它未必是一个对你而言最好的一个机会 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建议你 不要太宅 不要宅在家里面 就是也不要太偷懒 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要多去外面寻找一下 可能要多挂一些自己的资料 或者是说多拜托自己身边的人去帮自己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那么来说一下就是对大家 就是除去除去这些话回到刚才就是回到刚才我们有工作 或者是说要辞职 或者是已经要辞职 或者是创业的这一部分的人给大家的建议 其实我看到就是在说 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讲的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我当下的这个行业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什么都做了 那么我就可以了 那么我可能就是如果说还让我再投入更多的话 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 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 可能就是你为了这个 比如说你可能会买了很多东西 你搭建了很多东西 但后面可能就是用不到了 没有用了 你可能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坚持一下 但如果说后面你真的觉得行情是没有必要让自己再去坚持的 或者是说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 或者是当下的一个状况还不足以支撑的起 你接下来要走的道路 那么可能有些时候该停住就停住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就在讲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已经尽力了 你该做的已经做了 只是可能当下并不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 那么该放弃的时候 有些时候放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是寻找新的一个道路 可能会更好 就是你结束掉当下的一个情况 可能你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是比刚才之前的那个状态要更加的明朗化 更加适合你更好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人在跟你讲说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些事情是没有做到的 比如说当下的这个行业 我觉得我还可以 就其实有些事情是我有点偷懒了 是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其实建议大家 就是你可以再去把你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到你的工作上面 就是你真正的努力一次 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状态 如果不能的话 咱们再去考虑是否是要真正的换一份工作 或者说怎么样 那么另外的话 我感觉到其实今天选择这一组的小朋友们 选择到今天这一组的小朋友们 我看到其实如果说你们想要换业的话 就是想要转换职业 是非常推荐你们的 就是你们第一组是完全可以去转换职业的 可以换工作的 你们是受到支持的 你们是安全的 就是如果你们转换职业的话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 如果说你们不转换职业 可能有一些东西会受到一些延缓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项目当下要进行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但它其实可能根本不会按照你想的那个步调 那么快的去发展 可能会有一些推迟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会有一点筋疲力竭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之类的 这个建议大家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 并且去尽量的克服掉一些困难 就是你觉得这些问题 其实我是能够跨过去的 没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挺过 当下可能面临的不同的 我们每一个人不同面临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难关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 其实在跟大家想说 就是要活在当下 就是你当下活的每一天 你是怎样的 其实你是最清楚的 你不要去想你过去 可能啊我过去的业绩多好多好 或者说我过去有多么的顺畅 为什么现在这么堵塞 那我将来到底会怎样怎样的 如果说就是你现在不要光想过去发生的事情 以及你将来可能在工作上面 在事业上面会怎么样 这些目前对于你而言都是没有必要的 你现在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活在当下 每一天都好好的过你的生活 每一天在你的工作上面 你都做好做对了就可以了 嗯 借你就是先不要说 把太多期待放到将来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期待 而是说对于大家而言 就是现在想太多 其实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因为你的担心 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 你想要的结果 就说白了 事情该怎么走 它还是会怎么走 如果说它会好起来 那么它就会好起来 它不会好起来 你其实担心半天 它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另外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其他的一些建议的话 让我感觉上 让我感觉上 其实大家更多 我感觉有种随遇而安的感觉 就是你真的做到了 做好了 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该发生什么 很多事是你控制不了的 就比如说疫情 其实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的 嗯 我看到其实在这一组的小朋友 有一部分的人 当然就是这是很多人都在看 我只会 嗯 我我会把我所有看到的都讲出来吗 刚才有说过 再一个就是 我看到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会从事关于教育 或者是说跟咨询 跟这种 嗯 教师学校 有些人可能是办学校啊 或者是说有些人在学校当老师 有些人可能是要跟孩子去相处的 跟教育机构有关的 或者是跟这种咨询 跟这种与人沟通 对谈交流的这种保险类之类的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 我觉得可能你周围的 嗯 同性会比较多 可能是你的男 就是男 呃 更多的我觉得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你的同性是比较多的 就是你的同事 可能很多男生 或者是说你要面对的一些人群 可能有些人也是要面对一些 呃 男性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 我还看到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大家会 嗯 跟这些书本上的一些关系 就是书本上的一些行业可能也是有关的 文科类的 嗯 对 也是有的 当然这个其实我是看到什么就会跟大家讲 说未必所 未必就是说所有看到第一组的人 都是做这方面的行业 不过我感觉到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你是在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的 而且我看到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也是经常的换工作了 可能你们的生活阅历也是比较多的 你们也是比较独立的 你们可能也是经历过 呃 各种各样子的职业 你们可能就是转换过很多的工作 也是有可能的 好 那么 好 想一下有什么没有说的 好像这个就没有太多 就是在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觉得当下这个状况确实是放开这个行业 这份工作是更好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放开 对 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找工作 或者如果你想要转换工作 那可能最佳的一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 最有可能找到最适合你或者是你最想要做的一份工作 就或者是说 嗯 最好的一个方向吧 我看到一个是在四月份 一个是在六月份 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今年是不可能了 就是明年的事情 呃 这个是一个大的概率 就是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那么另外的话来跟大家最后来说 接下来的15天之内 可能大家会发生怎样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感觉到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要出去玩的 就是可能是远远距离的 可能是走一趟 或者是说当天去 当天回的这样子的一日游 也是有可能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在接下来会安排 想要去出行 想要去旅行一下 那如果说你没有出去的话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5天内 可能你在精神上面你也是希望自己能够 嗯 休息休息 或者说让自己的心灵去放个假的 呃 建议大家可以去 比如说去汉针 或者是说去让自己好好的泡个澡 好好的 嗯 这样就是对自己能够更好一些 就不管怎么样让我感觉到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会 有一些出行的计划 那么另外的话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让我感觉到 可能选第一组的人 有很多呃 谈异地的感情的状况 我看到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给异地的感情的信息 让我感觉上 如果你是谈异地恋的话 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你跟对方更多保持的还是一个 呃 远距离的感情 就还不是说真的能够见到面 或者说两个人 嗯 真的 怎么怎么样 感觉上其实还是有距离感的 或者如果说你跟你的伴侣在接下来就算不是异地的话 我感觉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 没有特别多的沟通 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 嗯 就是 你是我男朋友 我是你女朋友 那么可能就没有太多的这种 年年腻腻 两个人总是在一起 腻在一起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会较少一点 那么另外的话我感觉上你们在接下来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不管你是有有另一半或者说没有另一半都好 可能都会有一些仰慕者 或者说暗恋你的人 未必这个人他真的会跳出来跟你说我们在一起吧 或者说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有一部分的人你们的身边是有着一些 嗯 哪怕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或者说 多也有可能啦 就不管怎么样 感觉上就是 暗恋你的人 仰慕你的人 可能会 嗯 背地里面喜欢你 或者说观察你 是有可能的 而且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会听到一些其他的人 对你的赞美 嗯 另外的话 让我感觉上你们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可能要处理一个问题 可能有问题是要去处理的 或者是这个事情 他可能是追溯到之前 就是早早就已经有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 那么现在是要去处理的时候了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是要处理一些事情的 就是没有解决好的一些事情的 建议你要好好地解决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部分的人 在接下来也没有说 真正很好的把这个事就解决好 好 那么 嗯 这个就是对于今天的 选择到第一组的小朋友们的 全部信息写答了 希望能够对应得到大家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 更加详细私人化的个人占卜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预约了解详情 那如果你们对我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讲你们的故事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给我评论 或者是给我发弹幕 或者私信我 都是很好的 好吗 那么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欢迎第二组小朋友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到我们所有的人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那么另外因为这一支视频会有很多的人进行观看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能量在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私人的占卜 所以我会把所有我看到的信息 全部都跟大家表达出来 那么大家自行来应对哪部分是你的信息 还有就是来跟大家讲 如果说想要一个更加详细 或者是更加私人化的占卜的话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了解预约详情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再说一下大家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让我感觉上其实选择到第二组牌的很多人 都是有点偷懒有点懒惰的 或者是说你们知道当下可能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当下领导安排了什么样子的任务 或者如果你在创业的话 我知道我到底接下来应该是不是我要付出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要跑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目前都是一个比较 有点懒懒的懒洋洋的 可能就觉得哎随便吧 就是我我就先这样子吧 就接下来慢点做咯 就是也不着急咯 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未必是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舒适的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你们现在也是有点觉得 嗯我知道有些事情我没有做 我也知道我有些事情应该做 但我现在就不想做 感觉上可能就有一种 我一边偷懒一边觉得嗯有点享受 但有但又有点觉得别扭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我还看到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大家可能就是在呃人际关系上面 就是跟大家跟周围的同事领导之间可能 关系上最近可能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本身一直都不是说特别的融洽 或者呃并不是说真的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有一部分人让我感觉上可能你在工作 工作环境当中的人际关系还是要去注意一些的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呃有一部分的人 如果说你想要创业的话 可能目前就是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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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感觉上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努力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多的掌握的 而且我看到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那么你在身边其实是有能够帮助得到你的人的 就哪怕这个人他不是说真的能够在帮助上提你吧 或者说怎么样 但至少感觉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比如说我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有什么难题 或者说我在人际关系这一块我有什么想法 其实你可以去跟你周围的这个人去讲一下 我觉得你周围会有人给你一些想法 给你一些建议 另外我看到其实选择到呃 这一组的小朋友 你要是说你们当中的一些阻碍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首先让我感觉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有点动力不足 可能就是有点行动力有点差 或者是说你还有其他的想法 你可能你可能你当下还是 就是不只是说要做这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份工作 或者是你只手头上只有这一个活 我觉得你可能是有其他的事情也是需要你去做的 你可能是很难在这其中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的点 可能那么选择到这一组的人 可能有些人就会变成那种 我什么都知道我没有完成 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真的达到那种程度 我可能都是有点拖拉的 可能都是没有做的特别好的 我觉得有部分人可能会这样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有一部分人可能在近期的重点 并不是在工作上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不管你是有没有谈感情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都是有在 因为一段感情所困的 那如果说你是有一段幸福的感情的话 让我感觉上可能你的重点会更在你的另一半的身上 你可能更想要陪伴他 两个人更加的腻在一起 然后有些人你们可能还会考虑的很多 甚至是说走到结婚啊 或者说两个人就目前的这个工作 是否能够维持两个人将来的一个很好的生活呢 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有部分的人会想这些问题 那么如果说就是你没有一个健康好的感情 让我感觉上可能你最近也有点为情所困 或者是说你在暗恋着谁 你在喜欢谁 但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是目前来看感情大于工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而且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你们是真的很想要在你们的一些感情生活里面 得到一些非常稳定的 非常有承诺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 当然如果你是已经有了婚姻的关系的话 那么我觉得可能近期家庭是你更多生活当中的一个主要课题 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 我看到其实一个 我觉得这组很多人可能真的在跟这个同事之间的相处上面 需要去努力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一点 可能这个也会造成你工作上的一个阻塞的一个原因 感觉上就是主要跟同事之间的这种沟通合作能力 比如说大家一起去赶一个什么方案 去做一个什么活动 那么这个肯定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完成就可以的 是需要大家一起的 你可能需要跟其他的人一起去协商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你去注意的 其实我建议你这样子的话可以多欣赏一下你周围的其他的人 就是欣赏一下 哪怕这个同事你可能觉得他性格上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好接触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你就是那个不是特别好接触的人 就不管怎么样都好 就是要尽可能的带着一种欣赏他人的目光 去跟你周围的同事领导之间去这样子相处 那另外如果你是创业当中的人 让我感觉上其实你 你可能对于你将来的一些设想 比如说你要你要怎样搭建你的这个构思 你要怎样设计怎样的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征求一下 作为其他的人的意见的 就是要多听一听 如果你是大家一起来合资去搞一个什么项目的话 这个千万要注意 就是其他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就主要我看到在与人合作上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阻碍存在 那么接着来说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销售方面的行业的话 其实你要是面对你的客户啊 或者说你要推销你的产品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同行的压力 或者是说你还需要去更加的去去去努力一点 或者说让让对方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到 你的产品到底能给他带来怎样的一些收益会更好 那么要说接下来的一个整体发展的话 其实我看到 我看到其实这个主要是近三个月左右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之前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一些事情 在接下来你一定会要去反攻的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很懒惰了 你没有处理好你懒在那里 或者说一份文件 或者说一堆文件可能是一个总结 那么你觉得很累我一直很麻烦 但可能就是紧到后面 可能一个星期之前你必须要赶攻 你必须要完成它 因为这个就是你负责的事情 当然这是打一个比方 那么你就是不管你之前脱累了什么东西 你是没有完成的 你是有往后推的 那么你推的这个东西 你到后面它还是会让你重新拿起来去做的 并不是你偷了这个懒 它就不是你的活了 并不是这样子 那么另外 另外我看到其实就是如果说 在接下来你是想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想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奖金呀 或者是说能够能够生心这种感觉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让人失望 因为看上去可能本身上而言的话 你的投入感觉上可能就稍微的在前期 不是那么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努力 或者说怎么样 可能这个也会对你会有一些影响 就感觉上可能在接下来也要注意一下 你要少花一点钱 就是至少是要学会一些理财 或者是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想要变成一个经济独立的状态 是有点难度的 或者是说会突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一下子就花出去一大笔钱的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跟大家讲说 就是如果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 真的好累呀好麻烦呀就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最后还是我一个人的事呢 或者说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你是绝对会咬着牙硬着头皮 你是坚持着要做下去的 就说白了就是你前期你推的越多 那么后面可能你要做的事情也会越多 而且可能会给你心态上 虽然说会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咬牙去做 对然后我看到就一种责任在身 我不得不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接着来说就是对于这部分的人的建议 就如果说是你是正在找工作 就是你是待业在家的一个状态的话 一会我还跟你讲就是你的一些状况 但是我现在先来还是来说一下 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那么给刚才的这一部分的人的建议 其实我是看到在讲说你需要对你的工作 有更多的热情 就不管是你在创业 还是说你在一份工作当中 你都是需要有更多的热情的 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看到更多的闪光点 也要发挥自己更多的一些闪光的地方 那么包括就是一定要注意与人之间的沟通 还有不要胡思乱想 可能你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事情 包括就是像感情上也会对你有很多的阻碍 你可能会有一些牵扯 可能你会更多的精力放在感情上 或者比如说你打个比方 你跟你的另一半吵了一架 那么正想你要上班了 你可能就是觉得上荣班了 就咋也没解决好问题呢 我上荣班 然后我就请假了 就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在跟大家讲说 不要被太多的其他的一些烟塑所去干扰到你 如果说你生活当中你还想说 我想要休息一下 或者说我想要玩游戏 我想要干嘛干嘛 我想要出去旅游 其实都是在建议大家就是 先安定一点 先收收心 就是先不要说想法太多 每天都是沉浸于幻想 或者是每天我在沙发上躺着 我就觉得我今天的工作我知道没有做 没有关系了 就先这样吧 我先休息了 但是其实你这一天都是都不是很开心的 因为你知道你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完成的嘛 所以说就是在跟大家讲说 就是更加的有行动力一些 更加的脚踏实地一些 会对你更好 那么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我感觉上其实 接下来说选择 如果说你现在是没有工作 你在找工作的话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会找到一个真正特别适合你 特别好的一份工作吗 当然你可能主要看的是一个特别 就是说适合你的工作 你会不会找到 其实我觉得其实选择到第二组的人 是有点难度的 如果说你想要找 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的话 有点难度 确实是可能这个工作机会会比较少 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可能就算是有工作 也不是你真的想要去做的 可能跟你当初的一个出发点 跟你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看上去的话 可能就整个人你的心态上面 是不愿意去接受一些工作机会 因为这些工作机会确实让我看上去 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工作机会 不能够真正的让你得到一个非常经济独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而且整体上来看的话 你可能会有点偷懒 有点 有点就是自我消耗住自己的一个感觉 说白了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工作 正在找工作的人 我觉得可能你一边想找一边又不想找 你可能就觉得找工作又很累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 还是想要在家里歇一下 但其实你在家里歇一下 可能你周围还会别人给你带来一些压力 你可能也不是说真的喘气非常的轻松 可能来自于家人啊 或者说你的另一半啊 也有可能会说你赶紧去找工作 这样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那么另外来跟大家讲 就不管你是当下的这份工作 还是说你没有工作找工作 再跟大家讲说 你们在什么时间点里面 最有可能会遇到合适你们的工作呢 可以去留意的 我看到有这样的四个月份 一个是11月 7月 5月 还有3月 这个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在这几个重点的月份里 可能你们去投简历也好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选不选择 或者说你们到底要怎样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自己来定的了 其他我看到给大家的建议 更多的都是在跟大家说 不管你是说在一个行业里 还是说你正在找工作 都建议你行动起来 一定要行动起来 并且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说白了 你有些时候你如果觉得很懒的话 不要一直懒着待着了 就是让自己真正的动起来吧 要有更多自己的觉知 你要知道 让自己更加的努力一点 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 并且要有在工作当中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都是很好的 而且我看到其实选择到这一组的朋友 有些人可能 工作也不是说真的 有些人可能是有点活的 可能你每天的工作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还要去 还要有一些要去户外去跑的一些工作啊 比如说你要出差啊 或者说你要去干嘛干嘛 感觉上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户外也是有关的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你的工作也跟体能有关 当然这个只是一部分的人 我没有说到的就是未必是 就是这一组没有 只是说我只看到了这些 那另外我还感觉到有一部分人 你可能就是跟体能跟健身 或者说跟跟其他的一些运动相关的一些行业 或者是户外相关的一些行业 或者是说怎么讲 需要你去跑啊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动手方面的 比如说理工 理工的这一类 或者是你要去做什么机械啊之类的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我看到选择到二号组的 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可能性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从事有关于这种信息传达整理资料 或者是说需要去怎么怎么样 接打电话也好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人让我感觉上可能是像接待或者酒店服务类相关的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就没有讲到的话 大家只要觉得就是我讲的这个信息是对应你的就好 就是行业 我只看到了大概有这些行业 当然别的行业肯定还有 好吗 那么这些是对大家的一些建议 那么最后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你的工作上 不是你的工作上 就接下来15天左右 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让我感觉到 可能在15天左右会有一个人批评你 当然这个批评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批评 它可能会指出你的缺点 可能会比较犀利一点 你可以去接受 因为它的这个批评是正向的 是能够帮助你越来越好的 是为你好 所以才会批评你 所以去接受 那么另外的话 我感觉到可能有些事情需要你们有强大的毅力 就是不管是什么 可能你们要面对一个需要有很多的忍耐力啊 或者说要有毅力再去突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感觉到还有一小部分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点伤心的情况出现 可能会有点伤心 可能会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失去了一个什么而伤心 可能是一个东西 或者是你的宠物 或者是你的 一个 你早就已经安排好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一个人 一段感情 是有这样子的可能的 在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但不建议大家自己吓自己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大家就平常心应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可以了 就如果发生的话要坚强一点 要相信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挺过去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毅力 那么有些人确实是会有一些悲伤的感觉 可能会哭 可能会难受 另外的话还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朋友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 就是家里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可以就是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老人 多陪老人来聊天 怎样的 就是看一下老人是不是身体上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之类 这个都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这个就是对于今天选择到了第二组的小朋友们的全部信息解答 希望能够对应得到大家 那么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更加详细的 或者是私人化的预约占卜的话 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好 好的 那么如果说大家对我有什么想法意见都可以 评论留言弹幕私信我都是很好的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也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说的这样子 接下来会有伤心的事情发生 我希望这个是不对应大家的 好 那么希望大家有美好的生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欢迎第三组的小朋友 那么还是同样的 在视频的初期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它不可能完全对应到我们所有人的信息 所以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那么另外一个视频是有很多的能量 有很多的人来观看的 所以我会把所有我看到的全部都跟大家讲出来 那么大家自行来应对哪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信息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加个人 更加私人化的占卜的话 你可以来加我的微信了解预约详情 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三组的小朋友们的内容 首先再说大家目前的一个工作状况 让我感觉上其实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的小朋友 你们如果不管是说在工作岗位上 还是说你自己创业还是怎样都好 我觉得你都是蛮知道自己应该干嘛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很多人可能是自由职业者 会很多可能就像那种家里蹲啊 可能就我也不出去上班 但在家里面也会有收入来源的 我看到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也会这个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你们选择到第三组的小朋友 如果对应你的话 你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倒不是说就是什么咱们都能够应付的来 但我感觉上就是关于你的这个行业相关的内容 是你非常了解应该怎样去做的 也是能够去做好的 并且你如果说我就觉得我想要有一个好的发展 那么我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比如说我这个月我想要多挣一些钱 我想要多干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就是我能够很多时候掌控我自己的一些节奏的 我觉得选择到三组的人更多的是一种自营业 或者是说在家里面工作 或者是自己创业的人会更多一些 当然如果你是在上班的话 其实你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工作当中体现出自己价值的一个人 但是让我感觉上你整体而言是有点孤僻的 你并不是一个真的特别合权 真的特别喜欢跟人去很好的相处 或者是说每天我们下班以后大家一起聚餐吧 或者说一起去干嘛吧 一起去吃饭吧 回家吧这样的 我觉得你更喜欢的是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着 你会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所以说我觉得选择到三组的朋友 也是非常的适合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的 而且我看到其实选择到三组朋友 大家有一点跟刚才的第二组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最近可能稍微有点偷懒 可能有点想要休息 可能就是我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我可能我一个月我想要赚多少钱 我能够赚得到 但是我这个月我就想要先休息一下吧 我先干个什么吧 但是你们可能有些时候还是会想说 我想来点钱 就是轻松的再来点钱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点我在偷懒的同时 其实我还不是真正特别的享受这个偷懒的过程 这点上跟第二组是非常的像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第三组会更多一些自己的掌控力 说白了就是我今天懒着 可能我明天又奋斗起来了 那么明天我照样又是一个赚钱的一天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看到其实就是你的整体的工作 很多时候你是要自己来计划的 就是自己去规划的 可能别人帮助你的会稍微的少一些 或者是说你真正能够听到 就是听进去别人给你讲的一些建议会比较少一点 可能有些东西是咱们自己需要去安排的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对于自己当下的这个手头上的事 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胸有成竹的一个状态 就算是我觉得你如果说现在是正在择业 然后还没有找工作的话 想要找工作 我觉得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也都是算是蛮不错的 都是蛮有自信的 就是你知道自己其实是可以的 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做的工作是你们的兴趣相关的 并且我还看到其实选择到第三组的小朋友 你们很多人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有天分 或者是说你们的工作就跟艺术方面也是有关 尤其是在绘画以及这个音乐方面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是有着这方面的一些特殊才能 那么另外的话既然说到了这个找工作的人 我就先来说一下就是找工作的各位 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工作 想要找一份工作的话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会不会有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 我看到是有的 是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会给你的 并且是能够让你真正的发挥出你的专长的工作 这个工作它未必有多累 它也未必说这个工资它真的就是非常的高 但至少你做的话会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适合你 你会觉得它跟你自身的一个成长道路是非常的有连接的 你是非常适合去做这份工作的 我觉得非常不错 就整体上看上来的话 如果你没有工作再找工作也不需要太着急 不需要太着急 另外来说一下月份 这个月份的话不只是说 这个你在找工作 哪怕是说你当下你在工作当中了 那么你想要去换一份工作 你想再找的话 那么合适的月份就是真正能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作的时间点 我看到有这样四个时间点 一个一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还有四月份 就是这几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去特别的留意一下 那么跟大家来说 就是如果说你是找工作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来看一下就是周围的一个合作团体性 就大家跟你融不融洽 因为我觉得选择到第三组的人 很多时候你们是很在意跟人相处的舒适度的 你会喜欢跟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 可能你会认为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冷漠是最好 最舒适的一种感受 那么建议你就是在找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的时候 你要尤其注意一下这个单位 它能不能够满足你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适不适合你 但不管怎样我看到是有合适的工作机遇会给到你 但是呢金钱上面来讲的话 收入不会很很高 或者说非常的 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一个状态 这个但是它是可以慢慢去一点一点积累 一点一点去提升的 咱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能够去学到更多东西 去提升自己更多的东西的 那么话说回来 接着来说就是我们正在工作 有工作或者说自营业的这一块的朋友 我看到其实你们 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当下 目前工作当中的一些阻碍的话 就是你们有些事情 其实你知道我应该做 我什么事我做了以后可能会更好 会怎样 但是你就是有点推迟 你可能最近就是稍微有点想要先吸一些 有点懒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有些人你可能如果说你在单位的话 你可能会认为你的付出跟你的收入 可能是有点不太成正比的 可能就是你你做的明明很好 讲也都很好 为什么可能最后一结算的时候 这个工资跟你当初想的是有点区别的 或者是说跟周围的人之间的待遇 可能有一点点的 有些时候可能是有点区别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看上去主要更多的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失衡的一些东西 并不是说真的你做不下去 或者说真的怎么怎么样 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里 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人 那么另外的话接着来说 接下来尤其是在三个月左右的工作发展 其实我看到是不错的 就是哪怕你现在其实是有点懒惰的状态 就是这一点上咱们跟第二组是有点不同 第二组是真的必须要去提起精神 因为它确实是真的有点吃力 那么但是咱们这一组我觉得是想要调整 能够调整的回来的 并且我觉得可能选择到第三组的朋友们 有一部分的可能大家还是有点就是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自我 当然自我跟自私是不一样的 自私就是说我只考虑我自己 我不顾你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但自我的话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形式风格 我有自己的作风 那么我很难去从大众 我很难去被你说服 我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也能够说按照我自己的这一套风格 去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正确的运用你的这个方向的话 其实确实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个人的特色 包括我看到其实在接下来 尤其在三个月左右的一个发展 是很有希望的 如果你想要赚更多的钱的话 我看到是有的 是比较活的 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轻松一点 我看到也是有轻松的这样子的状态 如果说你接下来三个月左右 你想要去大笔的消费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的收入它是能够去满足你的 至少它是有一个持平的状态 并不会说我花了这笔钱 我就挣不回来了 我就没钱了 我就要吃土了 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而且我看到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给你 比如说领导给了你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 是对你非常有利的 或者是说如果你自营业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会你突然接到了什么单价 或者说你要去突然就是有了新的一些发展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我看到其实都会给到你 我觉得其实第三组 从第一组到第三组这样看下来 这可能是我目前看到发展最好的一组 就是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左右的话 那么如果说给大家的建议的话 其实我看到就是在讲说 如果大家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你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你会在工作上有些时候被一个异性所去影响到 可能你有些时候你是觉得有一个人欠你一个交代 或者说你欠别人一个交代的话 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 如果你跟一个人有什么沟通的机会 你不要说真正的错过去 当然咱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工作的占卜 它并不是感情的 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 而且就是不只是说在感情上面 就哪怕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人同事身边的朋友给了你什么不错的建议的话 该听取咱们还是要听取 有些时候可能你自己想的还是有点片面 就别人告诉了你怎样做 可能你听取了 你会做得更好 就是就听一听反注我们也没有损失对吗 那么另外的话还有跟大家讲说 就是如果在接下来三个月左右 有什么需要你去投资的 你需要去付出一些风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要去跟别人合作 或者说谁跟你讲说 啊你来怎么怎么样吧 就是你投入一些钱 我能帮你变得更好啊之类的 建议你谨慎一点 除非是那种真的你知根知底的人 不然的话建议你还是谨慎一点 就是尽量减少一些这种 在工作在事业上不必要的一些开支 就是没有必要的一些开支 这个是要尽量的去控制一下的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工作跟创意有关 跟你的一些想法有关 你需要有很多的想法的话 建议你就是要 让自己平常心态上更加的放松一些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有更多好的一些点子 更多好的一些创意 就是建议你 虽然说咱们也是就是 我觉得你的工作并不需要依靠太多的人 但是该听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 就是也一定要知道 就是团队合作的能量也是非常的强的 它也是能够帮助到你非常多的 而且就是如果你非常的宅 你不愿意出门的话 建议其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你可以去哪玩一玩 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可能你会遇到之前已经没有联系的人啊 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会遇到你的前任啊 未必是说在路上遇到前任 但也有可能就是说在 这个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怎样的一些变化 或者说你会收到一些人的消息 未必只是说前任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跟你讲说 接下来的三个月左右 如果你经常的没事去户外走一走 跟朋友多出去聚一下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 可能在这期间对你会有很多的帮助 可能无形当中对于你工作上也会有帮助 可能会有人就是随口一说 对你的一个想法 可能你就听进去了 你就是愿用到你自己的身上了 那你就会更加的成功 那么另外还在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其实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工作 它是否是一个能够自己很认真的 能够稳定去做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那么另外的话 我看到就是 选择到三号组牌的小朋友们 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 刚才我有讲过 是跟艺术方面有点息息相关的 或者是说跟这种海外的这种行业啊 需要或者是国企单位啊 或者是说有跟这种运输行业 旅游行业相关 或者是说你的工作环境当中 有很多的女性 就是你要跟很多的女性去工作 或者你你自营业的话 你遇到的很多的客户都是女性 再或者就是你是也有可能是跟在学校相关 跟教育行业相关都是非常的有可能的 对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这种自由行业 就是自己来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看到 当然这个我没有说到的 并不是说你没有 只是说我今天感觉到只有这些行业 当然会有更多 好吗 那么还是要听取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然后接着还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保持一个比较 轻松的一个心态 并且接下来其实建议你 如果真的能够跟朋友去交流 跟相处的话 相处一下 那么有些人 小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因为感情而重色心 比如说我谈恋爱了 那我可能跟我的另一半每天聊得更好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 我朋友找我可能我都懒得出去 这样子是不对的 就是你要去更加的跟朋友之间活络一点 并且我看到其实第三组的 大家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 就是你们非常的幸运 你们很多时候会化险为夷 就发生危险的时候 或者说发生了什么对你们不利的情况 你们都是可以去化解的 就是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 而且你们也是非常的高知的一群人 就是你们的直觉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们的顶轮 我觉得相对而言也算是一个非常活跃 或者是有点过分活跃的一个状况 说白了就是 可能大家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幻想 都很喜欢就是 很多事情我就想啊想啊 就可能你们的显化能力也会比较强一些 就是想要什么可能也会更快的得到 未必什么都会得到 但至少就是有一些 能够被允许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些体验 是能够去更快的去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选择到第三组的 大家如果想要去用心理法则的话 也是能够更快的显化一些东西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一组小朋友 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会听一些音频 可能会听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各方面调整 比如说提升脉轮之类就是活跃脉轮 修复脉轮或者是说 其他一些功效的这样子的音频 也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做这一类 而且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也是对占卜这个行业 非常的有兴趣的 好 那么接着来说 接着说什么 好 接着来说一下就是 就是来说我们的15天 接下来的15天左右 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在生活 接下来15天左右会遇到一个比自己年长的男人 可能他是已经就是30好几的 40多 4050也是有可能他可能是我们的长辈 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异性 这个异性他可能是我们早就认识了的 或者是说刚认识的都是有可能 你可能会跟这个比自己岁数大一些的这个年长的一个男人去相处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当然这些只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对应到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么另外我感觉上有些事情 你可能过去的一些东西 你是接下来要做一些总结的 你会吸取到一些经验教训 并且有些困难 你是完全有能力去克服的 因为你们也是非常幸运的那一群人 还有我感觉到 其实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自我 非常的甚至是自私 特别的傲慢自大的一个人可能会有 当然有可能是大家 有可能是你啊 那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么就是可能你会要对 要应对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这个人就是那个比你年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男人 那么呃建议大家如果说对方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要看一下凡事考虑一下自己的利弊 就会好 呃其他的 其他还有就是在跟他讲说 就是如果接下来的15天左右 你们有任何的困难 不要害怕直接去面对他 因为你们只要是坚持下去 都是会突破的 只要坚持下去 你们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所以说要相信你们自己的能量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给今天我们的第三组小朋友们的全部信息解答啦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更加详细 更加私人化的个人专务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了解预约详情 那么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想法之类的 或者是讲述你们的故事 也可以评论 私信 弹幕 留言告诉我都好 好吗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有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